近日演员陈独林拍摄了一组深秋画报,以黑色为主调,一身All Black薄纱透视装画深秋日精灵,群裤夹还靴衬托出陈独林修长的双腿,另外黑色绷衣内套金色亮片吊带和一字尖上衣牛仔裤的两套look,让陈独林看起来少女感十足, 的同时也不失个性帅气,陈独林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非左耳莫属了,那时刚刚看入演艺圈的她还稍且稚嫩,但凭借清纯小耳朵这一形象受到很多人的喜爱,那时的她留着其间黑色短发,是所有人心中的校园女神,而如今,镜头前的她,多了些随性自然,一头绿色披肩准发看起来更加帅性, 身穿黑色利落干净,死掉校园清纯初恋脸的标签,如今陈独林的眉目中多了一些沉闻,也更加舒适温暖,当年的小女孩,如今已成长为听俗少女, 这些年陈独林一直活跃在大家的视线中,居细近期她有多部作品,即将与大家见面,由她主演的电影扑梦游戏,即将于11月9日在全国上映,影片中的她化身双刀打女,首次挑战动作戏,燃烧小宇宙,传递满满的多 power,新的一年不被定义,做个酷女孩,让我们一起期待陈独林,带给我们的更多惊喜。 感谢观看